永兴社区位于恒山地区 由于当地的山谷地形环境产生上升气旋 成为了灰面狂鹰等候鸟类重要的终极站 市工所每年在春分至清明之际 均会举办赏鹰活动 除了推动生态旅游之外 也宣导爱护自然的理念 我们的生态保育的观念越来越强以后 跟我们三三国家公园管理区 跟我们市工所这边跟我们县政府一起 就是希望说将这些生态呢 留给我们的子孙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第一个保护我们的这些安护动物 保护地球这个生态的观念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我们因缘聚会这个活动呢 已经在我们南投市呢连续办了十年 都在我们的永兴里这个地方 那么最主要的是说永兴里的这个 以前我们的这个地名就叫做恒山 我们这个地方大概是我们南投的最高的地方 大概有440米 那么这个地方呢形成一个山凹 一个气旋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老鹰呢飞到这边以后呢 每次在这边栖息以后 它会形成一个所谓的旋柱气柱 它从这边的时候利用这个气旋呢 一飞起来呢大概有将近四五百只 非常的壮观 那么最主要呢也是因为这个特殊的一个状况呢 让大家看了以后呢就觉得说是一看再看哦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奇观 也是我们这些爱好生物动物跟这个摄影的呢 一个最佳的一个地点 为了让大家一睹灰面狂鹰等候鸟的风采 南投市在3月28日到4月2日之间 在赏鹰平台举办姻缘聚会 104年南投赏鹰观光季活动 并以专员注点的方式 替游客解说当地候鸟的生态 飞面狂鹰在3月份的时候 迁徙过境 经过我们八卦山脉 我们鹰银社区因为 反正这些特殊的地理位置 是八卦山的最高点 所以说我们没有鹰 多数都会从这边经游 我们社区办这些活动 来让游客还是小孩 来看这个南露营 迁徙过境的生态局景 希望透过这样子 来行销社区 带动我们地区的欢迎和发展 除了灰面狂鹰之外 当地同时也有大观焦 凤头昌鹰 台湾松鹊鹰等猛禽流鸟的踪跡 是许多赏鸟人士 心目中的赏鸟胜地 经过了十多年的推广与保护 这些真情数量均有真多的趋势 此外春季也是适合放风针的季节 活动中也特别以灰面狂鹰形象 打造风针 提供学童彩绘放风针 欲教育乐 而为了让学童能够更加了解生态环境教育 市公所也安排辖内国小分批前往赏鸟平台赏鸟 一方面了解当地的自然景观 一方面也让环境生态保育的观念向下扎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